揭秘,项羽为楚霸王为何四面楚歌,却是他的败王之音,公元前202年,也就是汉武年,刘邦调集了韩信,彭月的军队会施该下,与项羽在此进行楚汉的最后决战,项羽的军队在该下修筑了银垒,禀绍良静,又被汉军层层包围,项羽可谓是一筹莫展。 深夜,听到汉军在四面唱着楚帝的歌,项羽大为之惊,怀疑楚帝已经敬畏汉友,说,难道汉军已经完全占领了楚帝吗? 怎么四面都是楚国人呢?仇们不以情事之下,连夜起来在大仗中饮酒,看着身边的美人鱼姬和跟随自己征战多年的巨蚂巫追,不仅慷慨被歌,唱到, 利拔山西齐盖世,是不利西追不是,追不是西克奈何,于西于西奈若和,于基和他一同唱和,项羽泪流满面,左右随从也都哭泣,不敢抬头看这位盖世英雄的悲哭面容。 这段历史被凝结为一句成语字面楚歌,过去学到这个词的时候有个疑惑,项羽不是西楚霸王吗? 楚人应该是他的子民呀,为什么听到楚人唱楚歌,他会那么害怕,知道自己大事已去而飞歌,因为这时候人们唱的楚歌,既是一种心理公式的宣传战,又是刘邦的军队要庆祝即将到来的胜利而高歌, 这一定是一曲欢乐之歌,绝不会是项羽唱的那句悲歌,刘邦是汉王,为什么他们唱的不是我的口和哥的口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人有这样的疑惑,但不知道我的口字面楚哥的口究竟是怎么回事的人却肯定会有。 要想弄明白这个问题,还得从项羽,刘邦反情起义说起,项羽是下乡金江苏苏千人,自小跟随叔叔项梁生活,项梁杀了人,为了躲避仇家,叔侄一起逃到了快鸡,接着江北部,到江苏东南部一带,成生起义后,令活着猴后人和豪杰一事纷纷响应,项羽的叔父项梁也在快鸡起兵,项梁令项羽杀了快鸡太手, 在吴中举兵起义,派人去接受吴中举下属各县,得到了八千金兵,并自愿快鸡聚首,任命项羽为副将,这八千人就是所谓的八千子弟兵,广陵金江苏羊周人造平,带陈胜寻行占领广陵,广陵没有归附,于是就渡过长江,驾脱陈生的命令,任命项梁为楚国的上驻国,并要求项梁带兵袭进攻击秦国, 项梁就带领着八千兵渡江向北进军,因为项氏世世代代为楚江,陈宁,应部,蒲将军等人,都率领部队归属于他,定逃战役,项梁战死,项羽继承了叔叔的这个班底,灭亡秦国后,项羽自封为西楚霸王,并读鹏城金江苏徐州市,刘邦是封义谢金江苏丰县人, 后来当了佩县金江苏佩县四水亭亭长,在他以亭长的身份押送徒义去离山时,很多徒义半路上跑了,刘邦估计到了离山差不多会跑光, 自己这个押送官,那是必死无疑,索性把所有意图都放走了,只带着十几个愿意跟随他的人躲藏到了盲弹山里,前二世元年,陈胜称盲,许多郡县都杀了他们的长官来享用陈胜,刘邦所在的佩县县令非常惊恐,害怕佩县人也会像其他县一样杀了他,就想主动作为,率领佩县人享用陈胜,御院曹餐, 主力萧和等人说,你是秦朝的惯历,现在想背叛朝廷,率领佩县的人起义,恐怕不会有人听从你的命令,希望你召回那些逃亡在外的人,用他们来协谱众人,这样就没人不敢不听从命令了,于是,县令派反快去叫刘邦,反快走后,县令后悔了,害怕刘邦回来会发生什么变故,就关闭城门,拒守城池, 不让刘邦进城,还想杀掉萧和,曹轩等人,萧,曹等人逃出城来依附了刘邦,刘邦写了一封信写进城里,声明大意,说明厉害,成立员杀了县令,迎接刘邦进城,进城后,众人推举刘邦做了佩县县令,人称之为佩公。 此后,刘邦归于楚怀王帐下,被封为五大侯,并和项羽军开始为宿命分兵攻勤,约定先进入关中者为王,刘邦先与项羽进入关中,按照约定,应该为王,项羽进入咸阳以后,本来不想封刘邦为王,由于害怕为约是信于天下诸侯, 只好把刘邦绷在巴蜀,汉中之地,为汉王,刘邦当皇帝封为列侯的大部分人,都是从佩县起义开始就跟随着刘邦,如萧和,曹,参,周伯,白快,项侯英等人,从刘邦和项羽两人的基本骨盖力量可以看出,项羽的骨盖班底是吴宗人,刘邦的基本班底是佩县人,再从地域上说说,项羽起兵的地方吴宗曾经为吴虎, 后被越国灭亡,至战国时期被楚国吞并,但人们仍然习惯于称这一地区为吴,其后三国时期,孙权在这儿建国称帝,还是叫吴国,直到如今,这一地区人们所说的话,仍然与其他地区有明显的区别,被称之为吴宇系,项羽的基本班底为吴人,说的是吴宇,要唱歌应该唱的是吴歌, 即便是项羽本人,24岁跟隋叔叔起事,很小就跟隋叔叔到了江南东,他自身也应该说的是吴宇,刘邦所处的配线则不同,这地区不但在语音方面,和吴宗地区有所区别,因为很早就为楚国所占有,人们已经习惯了,把这一地区称之为楚地,这儿离鹏城十州很近,所以,项羽在这儿建国称之为西楚, 韩兴改封回老家为楚王建兜下批,刘邦的弟弟被封在这儿也是楚王,所以,刘邦等人从小到大说的都是楚语,当然,这里所说的楚语,应该是以徐州为中心的东部楚语,或者是现在长江以南苏湖等地,人们所指的江北话,从人缘基本构成,地狱关系,语音唱腔综合来说, 韩军唱的歌是楚歌,向军唱的歌应该为吴歌,这该下之战的时候,项羽虽然还有十万人马,但神鹰,鹰部这些人已经转头留包,他的基本骨干,又回到了江东八仙子地兵那个老班底了,后来到了乌江边上,下属有人劝他过江,项羽说的是无缘见江东父老, 因此放弃过江,由此可见,这个西楚大王,人们是把他看作无人的,刘邦这边,指挥干夏之战的大将韩信,是怀疑金江苏怀疑人,参与大战的鹰部是六县京安徽鹿安市人,刘邦的嫡系部队将领都是配线人,再加上陈鹰是东阳京安徽天城县人,这些地方都应该算作是处地,不用说,发生大战的地方, 发生大战是在监安徽灵壁境内,同样也是处地,所以项羽才会发出那样的疑问,难道汉军已经完全占领了处地吗?怎么四面都是处人呢?还有一点,是项羽听到处哥丧失了信心和勇气,并没有死在这儿,而是杀出了崇尾,来到了乌江边,因为觉得自己没有颜念面对江东父老,刺杀身亡,乌江渡口在金尖的安徽省合 刺杀身长江边上,对面是马安山,长江在南京以上,这地方有一段南北流向,所以,江南在这儿又被称之为江东,作为一个王者,项羽是一个失败者,但作为一个战士,项羽又可称之为一个大英雄。